来关心到的是政坛焦点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到是现在看起来 整个的宪法法庭呢 因为在裁选暂时处分之后 整个的国会改革法案 相当于是被冻结起来了嘛 那我们就来看到了 包含的是现在呢 民众党就提到说 依照旧法 立法院本来就可以邀请总统来国情报告啊 并不会因为你暂时处分 冻结了之后呢 就不能来了嘛 所以立委呢 他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经过总统同意之后 总统赖清德 你还是可以来补充陈述 还是可以来报告的嘛 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是什么 要来考验一下赖清德 你要不要履行 你在选前的时候自己说的话 你要不要做到呢 再来赖清德 你还要躲在大法官的背后来逃避 对选民承诺跳票的事实吗 好 这个义务他到底要做不要做 我们来看到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他也特别讲到了 西沙还是会持续的来邀请赖总统 到立院来做国情报告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你赖清德自己选前的承诺嘛 但是呢 整件事情 来看到绿营眼中 他们自己怎么说呢 他说 哎呀 这个暂时处分裁准下来 等于什么 大反官叫你们停看听了 你还要自意妄为吗 这整件事情真的是自意妄为吗 好 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郭正亮怎么说 他说建议在野怎么样 直接冻结司法预算的方式 予以反制 不要跟他客气啦 朝野对立 赖清德在那边当家的 还带头冲锋陷阱 你蓝白为什么要跟他客气呢 好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在黄耀明的眼中他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民进党一定早就算出来 在野党你可以有什么招数 就像郭正人讲到说 你可以去用预算的方式来反制啊 他认为说这个呢 已经都是算好的 所以黄耀明就说啦 他说民进党其实早就已经算好了啦 他们的招数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帮军公教来加薪 因为这样呢 就会跟所有的年度预算 直接绑在一起 有拖延的情况呢 那反而会反控在野哦 所以每一步呢 真的都是经过精算的吗 我们就来看到了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呢 他这次可以这么样的预言家 这么样的精准的知道说 大法官下午的时候 快下班的时候 就会做出暂时处分 还真的 所以现在难道 他已经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兼什么 宪法法庭的发言人了吗 好 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看到谢龙介怎么说 他说吴征呢 这个在得到情报之后就开始讲啊 但实际上呢 这个踩雷了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德 其实是想要全面掌控的 不喜欢他这一套啦 所以他认为说呢 吴征马上就要完蛋了 好 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包含的是呢 在联合新闻网 他怎么样来评论的 他认为说赖清德总统呢 这个是一手指导视线 一手呢还在恐吓在野 这一次不只是斜青鸟了 视线直接牢牢握在手里面 他说了两位大法官提出部分不同的意见书 直指宪法法庭 以初步权衡排除立院制定法律的效果 这个就怎么样 反多数绝了嘛 所以你要谨慎使用啊 可是赖清德他自己又说 如果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青鸟会飞出来哦 这个威胁的说法呢 两位大法官不接受大多数法官的解释 那也是小心青鸟要飞出来是不是 所以呢也难怪 这个再也会痛批认为说 现在这样子的情境 根本就是离独裁越来越近了嘛 再加上说现在呢 有什么样的可以反制 恐怕也很难 包含的是一些独立机关 包含是考试院 好你看到了这个 跟这次国会改革也仅仅相关的 人事同意权 如果这一次不去处理掉 你接下来NCC就空转嘛 然后呢 这个新的考试院的委员 这9月1号不是要开空窗吗 那这样子的话呢 接下来空转的空转 开天窗的开天窗 那整个的国家机制 又要怎么样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包含的是呢 现在蓝白都在呼吁 因为以现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来说呢 我们还是可以邀请总统来做国情报告的嘛 那立委吴思尧刚刚也大家看到了 他就在那边喊着说呢 酸说呢 大法官叫你们停看听了 还要自一妄为吗 这个说法呢 立委王鸿威就反击了 他说赖清德自己早就承诺过 这是合法合线的 所以呢 立委们不要再五四三了 而行政院发言人呢 陈世凯就重新说 只要在合法合线的范围内 都要尊重 立法院已经做出决议要邀请赖清德总统来立法院报告 这事实上是依照现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跟大法官做出暂时处分一点关系也没有 况且赖清德在选前的时候 自己也承诺愿意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所以现在包含立法委员吴思尧 这些民进党的立委不需要再讲一些五四三的话 请他们回去读一读现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就知道现在立法院邀请赖清德来做立法院报告 完全是合法合线的 他是公开对着全民讲 他要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而且是他的义务 他是如果不对线 就变成挑票总统的 另外 现在朝委的对立非常严重 整个社会感觉有点失恋 这个有赖赖总统化为足够的政治的智慧 如果这个时候赖总统印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相信 朝委的对立是一定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这个示范 现在呢 蓝白在野党希望能够回归到旧有的规定 我认为这个可以谈 真的是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其实我认为 朝野可以好好地来谈 党团协商 在合法合线的情侣之下 我认为这一点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重新再来讨论 我们尊重立法院在合乎宪法以及合乎法律的规定之下 所做出的所有的规划 那我们也相信总统府也会在合法合线的范围内 跟立法院做良善的这个沟通跟互动 那不过我们也希望 身为这个宪政机关 彼此都可以有一个善意跟良善 而且合法合线之内的一个互动 最后部公告说 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要改名成台湾台语考试 特别要改这个名 专家都通骂说 这根本就是大搞去中化的意识形态 纯粹自嗨 还会害未来的年轻人因为无知被取笑 网友也狂轰说 台语不就是台湾的语言吗 美国人有人把英文改成美国英文的吗 最后一部公告要把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给名台湾台语考试 预告期成60天 最快9月就会上路 闽南语改造台湾台语 专家狂轰 根本大搞去中化意识形态 残害下一代 这就是他台独意志的展现 他们去中教育长大的小孩 就以为说好像我们就是台语 如果到福建地区就发现 你们怎么也讲我们的台语 他如果到东南语 你们怎么也讲我们的台语 所以我们的小孩会因为无知将来被取笑 美国他会讲到 澳洲澳洲澳洲英语 可是他们不会讲说 网友也狂轰 台语不就是台湾的语言吗 以后客家化改台湾客语不就变台课 中文难道又变成台湾国语台湾中文吗 人家美国人有把英文改成美国英文吗 另一过去还说民间信仰妈祖关公 是统战工具被炮轰 难道以后还得先确定神明 是领台湾身份证的才能拜吗 民进党大高去中化 还把脑筋动到改闽南语身上 百姓就想为每天玩意识形态的文字游戏 什么时候才要搞民生拼经济呢 记者张志明 曹廷涵采访不到 现在我们民进党的立委呢 在教育文化委员会上面要求 应该要在课纲外书面资料 或是教育活动当中 把闽南语占名为台语 教育部呢近日就配合修正 把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呢 要改名为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因为洪梦凯就痛批说 民进党在意识形态治国 自嗨式的阿Q胜立法 只是在同温层里面取乃 因为罗廷伟呢 他也建议说 教育改革要落实在教材 否则那是安慰式改革 民进党政治意识形态治国 就是让国人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 尤其在名称上面动手脚 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 这种自嗨式的阿Q胜立法 其实就是在同温层里面取卵而已 过去陈水扁在后期执政的时候 也在国营事业上面来做名称的变动 以为这样子就能够更拥抱 意识形态的独派立场 但说穿了 这根本就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放着正式不做 却在持续名称上面做文章 难道国人所关心的民生 能源经济等相关议题都视而不见吗 作为一个三宝奶爸 其实我跟所有的家长都一样 我们要的是能够更确实的改革 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不只是多元化 而且可以快速进入到状况 我们希望在整个教材上能够有大变革 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更加速的能够融入语言 而不是只是改了这个名称 到底孩子有什么受惠 我们希望教育回归到真正落实如何改革 落实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教材 而不是只是空口说白话 甚至安慰式的改革 教育部要把女男女改称为台湾台语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可能满足我们的自尊心 那既然我们的政府这么的玻璃心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的 把国语 这个北京话改称为台湾国语 不然搞不清楚的 这到底是哪一国的国语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